其實海外移民真是很慘的 那搞得他們自今度落 不入其道就適合了 我覺得真是很慘 人在異鄉來到泰國 都能找到我們在香港或者亞洲吃到的東西 雖然這個世界有這麼多誘惑 我們現在去哪裡 找路先 新記燒鵝 這間百年老店 在找路途中我們又逛逛街 看看周圍有些什麼 這一區我們也是第一次來的 不過樓房很有特色 今天這個景點很方便 由BTS走過來都是說幾分鐘而已 這裏有一間藥材店 那我就未在這裏買過藥材的 但是好像都挺大的 你看看 有附足糖水的附足 這裏有 齋節 那開始有這些期了 開始就一盤盤 買齋啊 吃素啊 現在我們知道在哪裏了 這一堆這麼美的建築 下面呢 有一間百年老店 就是吃鴨的 就是這間 今天這車都很繁忙 那現在我們在對面馬路 怎樣過去呢 就 泰國的一些燈位 很遠才有一個燈位過的 所以很多人都挺移走 我們決定挺移走 過去了 那個燈位街頭才有 好啊 但是我們那個在 就在對面 對啦 現在我們對面 就是目標地 老闆這車都很繁忙啊 準備啊 準備 準備? 當然 過馬路對我來說 是很大的挑戰 這個白色車之後就改了 真的? 哇 有個女人都成功過了馬路 我看到 有個嘟嘟 藥我們 好 哦 到啊 這一間就是新記28年老店吃鴨的 在泰國當然會找些 便宜、靚、正 去吃的 是不是 沒有在裡面吃 夾班 只是給外賣的 那怎麼辦啊 那我去前面吃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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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前面吃粥的 我去前面吃粥的 好 好 OK 那你去前面吃粥的 發送貨 今天她就好像只是外賣 是啊 其實很多店放寬政策之後 都在選擇仍然只做外賣 那我們要記住英文名 上網容易找些 這家呢 就是白蓮老店 門口就已經有燒鴨掛在這裡 但是門面比較黑,變得不容易找 好,我們找個第二間吃,唯有 這條街似乎又想起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很喜歡過來泰國掃街 爸爸,你不願意那麼多了 我們另外找一間粥店 給不給韓食啊? 不是這間的,應該是前面的 不過這間也很大間 這間也有賣哪個 可能是這間,粥可能是這間 回答了英文 這間是1391 這間很特別的,每間都很小 好像回到香港 這間王子豬肉宿又沒有開 那怎麼辦?我們找八年老店 今天也沒有開 其實那是下午開,但到現在下午過了 因為要開的時間都沒有開 在對面,有些室內有些冷氣的 都是很隨意找的 不如那間嘗試一下吧 這裏有巴馬線 又要過巴馬線 有大巴,你不要 它讓我們過 這裏有車的 這裏有什麼東西吃 一有炒麵 一有炒麵,你想嘗試一下 十元一龍 四十元一龍 四十元一龍 有菠蘿炒飯 然後有炒麵 哇,挺便宜的 OK 好 Sawadika Sawadika 這個時間應該沒有人坐 一收完order 跟著他們裏面就收拾 點心 出來即叫即精 覺不覺得海外移民了 昨天要吃中式食物很不開心 吃了就不開心 煙了,出煙了 快又可以吃了 咦,我們的食物可以了 心想喝 啤酒 喝一杯 都夠麻煩 醋和豉油還要點 這間中式食物 品牌 品牌 像不像我們吃烏冬粟那間 這間 這個菜味道還要更好 蝦餃 蝦也很彈 我吃這個蝦餃就一般 皮厚一點 我覺得好像蒸得不夠老 在泰國吃這些中式店舖的食物 多數都是雪藏再蒸 因為很難有師傅即場做 在香港也不會 這個炸雲吞 我也試一下 醬可以嗎 還可以 皮比較硬 可能雪凍皮比較硬 我很喜歡炸雲吞 我覺得醬不夠酸 皮硬 餡可以嗎 可以 我們先吃東西 現在賣單 我們就用app 然後scan qr code Hello 剛剛吃完這間店 阿凡的評分是幾分 我不知道 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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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夠透 對 而且味道一般 都是冰鮮的東西在蒸 這樣也算 但是 又蒸得不夠透 那個質量一般 好 現在我們繼續掃一下街 先在這條街 看看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大街很熱鬧 進來內街 嘩 什麼人都沒有一個 除了買雪糕的人 這間咖啡店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來過呢 我也覺得它挺特別的 中間種了一棵雪 又有個天窗 不過食物的選擇 就似乎今天不是那麼多了 上地下 上手間 真是大鄉里 買點東西 買點東西吧 對 都是出來帶街好些 多些東西看 旺些 熱鬧些 如果網友來到這裏 我想都挺喜歡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裏中式的雜貨比較多 甚至我在這裏找到香港的醬油 還有其他淋淋滋滋滋的東西 好 慢慢走逐樣東西給大家看看 疫情之下 泰國的彩票仍然很好賣的 那當然啦 經濟不好 希望中一鋪金 那就不用擔心了 如果開車來的朋友 我就建議他就拍在這個商場 拍完在這個商場 出來慢慢走都沒問題 第一架車就不用曬到熱鬧了 然後呢 又不用擔心 因為這條街很多地方 都是不給泊車的 最近經常玩試吃 令人很熱氣 對面 對面有涼茶賣 哇 這裏都有很多中式醬油 連香港的品牌在這裏都見到 有豆豉�н魚 你不明白了 豆豉鯪魚有些少肥 你不明白的了 豆豉鯪魚有少少肥 阿麻 你懂得說廣東話嗎 豆豉鯪魚 你不明白的了 豆豉鯪魚有一點點 你懂得說廣東話嗎 九十塊 九十塊而已 是OK的 OK的 原來他以為我不買 但剛才也這麼好笑容 蓮藕水羅漢果菊花茶 我想嘗試蓮藕水 多少錢 二十匹 我現在叫了一杯蓮藕水 嘗試一下 OK的 原來十匹 原來十匹一杯蓮藕水 嘗試味 真的很蓮藕 不懂形容 你嘗試 攝影師現在嘗試 挺好喝 但甜甜的 沒有喝 但成熟是蓮藕 但應該嘗試便可以算 不 其實它有一點點像菊花茶 對 人們都是買積在這裡 好像香港那些 喝完之後就可以 這個立場 這間又是老店 對 看到這裡有很多櫃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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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這間餐廳 有青寶梁 我記得這些好像叫青寶梁 有荷葉 燒製 去濕 有荷葉 這裡有當維修中標 我以前記得 荃灣大河道門口 都有一檔類似為維修中標 錫西 challenges 隔移 那條箱支持 那早就在看 東京撕 留言,留言,留言,留言 記得按訂閱 如果喜歡繼續跟我們逛逛 看看日常的生活 就不要錯過下一集 好了,拜拜